住家火灾意外频传 台湾又未处高危险地震贷 当灾害临头时 你是不是才熊熊想起 房子没有买足保险 根据统计 全台火险地震险投保率只有34% 新竹 桃园 新北基隆 台北 台中 是排名较前的区域 高达九成的人在偿还房贷之后就退保了 每一个人在申办房屋贷款的时候 都不会有钱 都不会忘记买住宅火灾保险 但往往在贷款清偿以后 却把这份保单退保了 其实住宅火灾保险非常便宜 一年只需要几千块 当我们贷款清偿 房屋真正属于我们的时候 更应该为自己的住宅 规划一份完整的保障 现在政策性地震险与火险结合 若以台北市30坪左右的老公寓来算 火险年缴700元 地震险则是采单一费率1350元 都是才一年一脚 不必超额成保 只要基本项目保得够 就能为自家物业做风险控管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